大家好,我是西洋 今天分享一个下酒的好菜 青椒肚片 青椒肚片的做法非常简单 只要做到全程忘火 做好的肚片就非常爽脆可口 材料用到青椒和红椒 这是半个熟的猪肚 是上次做菜余下的 你也可以买现成的熟猪肚做这道菜 把青椒切成小块 再把它切成菱形 切成菱形会比较好看 半个猪肚配一个青椒正好 红椒用不了一个 用半个就够了 点缀一下颜色 同样也把它切成菱形小块 切好后装盆中备用 猪肚顺着形状 切成三个长条 然后斜刀切成片 不要切得太薄 稍微厚点有嚼劲 切好后也成盘中备用 猪肚如何清洗烧煮 可以看我的另一个视频 我在石井砂锅中有详细的介绍 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再切几片生姜 生姜去皮即可 淋不淋行无所谓 小葱只用葱白部分 有三四段就够了 材料都准备好了 现在就去炒制吧 锅中加入少许食用油 不粘锅的好处就是油盐比较少 加入葱段姜片 爆出香味 加入切好的肚片 炒去肚片中的水汽 请朋友们点赞并订阅 谢谢支持 然后加入20克黄酒 继续翻炒 让酒气蒸发 加入3克食用盐 3克白糖提点鲜味 继续大火翻炒 让肚片入味 加入青红椒 我的孩子不吃辣 所以用了不辣的灯笼辣椒 如果喜欢吃辣的 可以用薄皮的青椒 这个菜成品有两种风格 喜欢深色的可以放点生抽 喜欢清爽的可以放盐 我习惯不放生抽 感觉白白的比较清爽 好看 如果觉得菜品太干 可以加一点点水 青椒不要炒得太酥 炒到断生 变得脆绿的时候 加入10克左右水淀粉 勾个薄芡 翻炒均匀 让食材包裹上酱汁 淋上少许熟油 只是为了增加菜的光泽 不淋也没问题 这样一盘色彩亮丽 味道鲜美的青椒肚片就做好了 如果没有红椒 可以用胡萝卜代替 记得那就要先炒胡萝卜 再加猪肚 后面做法都一样 猪肚还有许多其他的做法 下次再和大家一一汇报 我是西洋 请别忘了订阅这个频道 谢谢收看 让我们下期再见 MING